這隻小鳥哇好厲害喔 這是泰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所委託的東華大學自然資源所的許教授呢 來進行的調查發現 那麼去年12月在園區的蓮花池 意外發現的這一隻 有莫斯科絞環的黑臉巫 追查之後發現說 喂這隻呢 看起來好像是麻雀一樣小的嬌客 它是呢 兩個月前從俄羅斯飛了3000公里 過近到泰魯閣國家公園 那麼算一算這隻小鳥 每天至少要飛50公里 才能夠在去年的12月到達台灣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麼比去年泰管處所實獲的一隻 一個月之內飛了1200公里 從韓國飛到泰魯閣的蘭基東 還要猛呢